我跟關聖麗君寢視過 當天還給我九個聖杯 如果我想你接下來九發子彈都卡單 我走 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某 今天想看部好電影嗎? 這次要介紹的是今年罪惡電影 同時也是剛剛入圍了本屆金馬獎最佳導演和最佳男主角的 周楚除三害The Pig,The Snake and the Pigeon 故事敘述通緝犯陳桂林在黑幫告別事上公開尋仇 卻發現自己居然只是排名第三的通緝犯 在接連擊場的意外之後 他決定要追殺另外兩名失蹤數十年的通緝犯 讓自己成為現代的周楚除三害 周楚除三害是近年來我們看過最精彩的黑幫警匪動作電影 光是在電影前十分鐘就清楚架構了故事的背景和角色性格 其中一場軟津天與李李仁的巷弄與天台追逐戲碼 瞬間讓我們重溫了香港電影玩得最出神入化的警匪追逃戲碼 不論是取景、剪輯、配樂、武打 整個一氣呵成、暢怪淋漓 而這樣的重擊節奏到了電影下半場 透過主角的心境轉變跟著賣了下來 但片中又隱藏的惡意卻又更加深沉 成功反轉了《周楚除三害》的典故 是一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 原來編導《黃金甫》曾經指導過2004年的電影《江湖》 並以此拿下《香港鏡像獎》最佳心境導演獎 他在片中集結了曾志偉、劉德華、張學友、余文樂、陳冠希 以獨特的敘事手法重新翻完了《香港黑幫》電影 所以在今天的節目裡我們將會幫你科普原本《周楚除三害》的典故到底是在講什麼 而典故中的三害又分別對應了哪一個罪犯? 他們又是如何反映了佛家所說的《貪稱痴》? 不過以下我們會以為雷的方式討論部分劇情 如果你想保留完整的觀影樂趣的話 歡迎先看完電影再回來看影片喔! 《周楚除三害》的傳說出現在《世說新語》與《孔約》的智怪中 大約在西元400年左右就有正式的記錄 但是在各大傳說裡曾經有《除三害》的版本 也有《除一害》的版本 年代久遠已經不可考哪一個才是真實的故事 主人翁周楚是三國時期東吳太守周房的兒子 是一個年少輕狂的軟酷子弟 他在江蘇星宜逞凶鬥狠,被當地的人列為是三害之一 另外兩害則是山中吃人的白鵝虎 以及引洪水作亂的蛟龍 有人鼓勵周楚去打虎殺蛟龍 希望可以讓他們互相殘殺,一舉數得 就在幾天之後,正當大家誤以為周楚應該被殺了的時候 他卻成功地完成任務回到家鄉 看到眾人大肆慶祝,以為是迎接自己凱旋歸來 卻發現原來大家是在慶祝自己被殺,才決定要改過自新奮發向上 事實上周楚後來可文可武 不僅擔任官員《綱正不阿》 還留有著作《墨語》和《風土記》等書 但卻因為得罪貴族被設計戰死的沙場 死後也被追封為將軍 這樣戲劇化的人生故事自然就成為了民間用來警示和教育的最佳典範 也因此周楚的故事小時候大家一定都有聽過 但你有想過,如果在現代的法治社會 周楚變成遭到通緝的第三大藥犯,決定要把另外兩個藥犯幹掉 以此留名轟動江湖 那這樣的他還會有機會改過自新嗎? 又是什麼樣的原因會讓他抱有這樣的執念呢? 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看看這個現代版的《周楚除三害》裡面的周楚 以及三害各自是誰吧! 在典故中,三害分別是周楚、白鵝虎與蛟龍 然而到了電影裡,編導把這三大通緝要犯的角色 以豬、蛇、鴿子的意象去重新演繹 但也增加了更多角色,讓觀眾可以透過尋找周楚的真實身份來增添懸疑感 不過或許是因為《十二生肖》裡與鴿子最接近的就是同為情鳥的雞 所以也可以看到在預告裡或是在片商的行銷活動中,都是在講雞 像是在預告的這個畫面裡你可以看到 豬咬蛇、蛇吃雞、雞又回來著豬屁股 呼應著周楚除三害的本意 是要讓這三大通緝要犯自相殘殺、讓社會恢復平靜 也因此編導在這三種動物的特性裡 預埋了佛家五毒星的貪、稱、吃 接下來就讓我們透過角色來分別介紹他們象徵的動物和罪惡心吧! 故事主人翁陳桂林,連續犯下兩起黑幫討債尋仇的槍擊案件 在警探陳輝的追捕之下成功逃脫 但某天他發現自己將不久於人事,也沒有家人掛念 某次意外發現自己竟然是排行第三的通緝要犯 不僅整張傳單被壓在各種公告的後面 排名第三的自己還被撕破了一半 除了當初的警探陳輝,事實上就再也不會有人記得他是誰了 這讓性格狂妄自大的他,下定決心要人死流民、虎死流皮 在此之前除掉排在他前面的通緝要犯 藉此找到自己繼續狗活的生命價值 我們覺得他張牙舞爪的個性雖然看起來像傳說裡的白鵝虎 但如果以片中的線索來說,他其實是英文片面裡面的豬 而在片中豬所對應的惡念應該就是吃 所謂的吃就是愚痴無名,不懂道理,也不知為何而活 只好按著舊習慣重複地錯下去 而這樣的執念也反映在他在向官聖帝君連指九個聖杯這個行為上 當陳桂林得知自己的死情不遠時 曾經一度掙扎要不要自首投案 他跟神明說,如果連續拿到三個聖杯就會投案 但表面上求神明指示的陳桂林其實就是不想自首 所以才會拿到答案之後,不信邪地繼續丟 直到一口氣指出九個聖杯 他才知道神明的堅定意志,而只好死心 然而到了警局卻又因為看見公告驗不下這口氣,再度違背神明的旨意 這就說明了,陳桂林其實不是服映於表面上的官聖帝君 而是服映於內心中的人死流民的執念 否則已經在逃的他,也不會在意電影一開始的小弟怎麼敘述他的名字 在觀影時,陳桂林這個角色讓我們聯想到了周星馳電影《忌公》裡的九世乞丐大總 因為出生自乞丐家庭,大總從來就不知道自己還有別的選擇 也沒有人生的目標 就算祭奠帶他吃好的、穿好的,大總卻感到很不自在 還是不斷地去重操就業,直到他愛上了九世野姬小玉 才因為要守護心愛之人而頓悟 自己其實是個有名有姓,也能為自己賦予價值的人 如果你還沒看過《周楚除三害》的話 提醒你可以在片中注意兩個豬的意象 而這也是啟發陳桂林找到人生意義的兩個重要段落 第二名的通緝藥犯徐偉強,又名香港仔 曾經殺害三名原警,是個來歷不明的販毒頭子 傳說他曾經在後腦勺遭到槍擊,但還是咬牙不肯送醫 也因此留了一顆子彈在頭裡,時不時就會犯頭痛 這個舊傷讓原先就暴力兇狠的他,變得更加喜怒無常 而逃亡中的香港仔非常囂張 不僅帶著一眾兄弟以台中一間法郎作為據點繼續殺人滅跡 還暴力控制年輕的老闆娘程小美 香港仔的手臂上有一個刺青,是一條蜿蜒的蛇 這也就是他的象徵動物 他容易激動、有被害妄想 身邊的人沒有一個不戰戰兢兢 這也讓香港仔被自己的稱恨所控制 也就是稱惠無忍 如果用電影技工來對應 那就是九十二人袁霸天這個角色了 袁霸天為了不被欺負而選擇欺負別人 在最後被羅剎欺騙才就此頓悟 來勢不再當人,徹底脫離輪迴 然而香港仔不像九十二人還有悔改的機會 因為當他遇上從未謀面、也無恩怨 卻又發了狂、死咬不放的陳桂林 這個香港仔還餓得起來嗎? 而他所代表的蛇,是不是又終於遇到命中克星 也就是像豬一般的陳桂林呢? 答案就留給大家去看電影囉! 應該是體內有不乾淨的東西 我非常感謝尊者 讓我成為了一個新造的人 人的死,都是咎由自取的 頭號要犯林露和,綽號牛頭 是全片最神秘的存在 他曾經涉嫌五十起槍擊重案 曾經殺害了六名刑事員警 如果現在還在世,那也將近六十歲了 牛頭的行蹟嚴密,沒有人知道他到底流亡在哪 這讓陳桂林只能夠找到在澎湖的一個神秘會所 也就是《星星陵社》 在這裡信徒們崇拜一個溫良恭儉讓的尊者 但這裡似乎又藏有太多的秘密,讓陳桂林陷入謎團 如果前面兩個通緝犯已經犯了吃與撐的罪惡 那麼牛頭就絕對是貪愛五欲的《貪》的最佳代表 也就是技工中那個因為想被愛而所求無度的九世野姬小玉了 那這樣一個新興的宗教團體難道就是一個表面上無害 但實際上卻包藏禍心的鴿子嗎? 陳桂林是否能順利揭開牛頭的真面目呢? 在《世說新語》的典故裡,有人去跟周楚說 他們深受惡虎與蛟龍的迫害 但後來周楚才發現,原來自己就是還沒死的第三害 這樣看來陳桂林就是那個周楚 但他會跟傳說中的周楚一樣改過自新嗎?他還有機會嗎? 而且在本片巧妙的安排之下 編導讓我們重新審視這個典故 那就是,到底是誰設計了周楚去跟猛獸自槍殘殺? 是起義反抗香港仔的陳小美? 還是被陳桂林戳瞎眼的警探陳輝? 還是作為黑道的地下醫師,未給陳桂林資料的張桂青? 還是影帝尤安順所飾演的不知名的角色呢? 就請大家進戲院去找答案吧!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你是不是更加期待這部電影了呢? 歡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你的心得 也歡迎到各大PK平台上去搜尋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替我們聊更多的周楚楚三害! 我們每周都會有新內容上線 除了YouTube之外,現在也推出了Podcast 歡迎到各大平台搜尋那些電影教我的事!